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相遇 第十三集 下回见面 今夏以前不知道在哪本书里看到过一句话 钢铁直男要是温柔起来,就没旁人什么事了 陆毅就是那种典型的直男,没什么弯弯绕绕的心思 可偏偏就是这么直接,却又不经意的温柔,让他完全无法拒绝 那,好吧 他从忧成带回来的只有随身的一个双肩包 除了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之外,就是他的笔记本电脑 下午没什么其他事,他就一直在楼下客厅里看论文资料 这几天因为已经放弃了训练营的课程 他有时间的时候,都是在准备论文和工考刷题 中间陆毅独自一人出去了一趟,他也没在意 只是回来时,注意到他手里拎着装的满满的两个购物袋 割下笔主动跑上去接袋子,你这次能休假很久吗?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以前好像听他说起过很少有时间回父母家里住 上回他曾经住过一晚的房子也是空着的时候多 都是给你的 陆毅换了鞋,又把那两袋东西拎起来,往楼上走 惊吓一愣,跟着他一道上去,小话劳斯地追着问,给我的 做什么? 他又不是要在这里常住,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 他直接把东西放到了他住的房间,我也不知道你用灌什么 随便买了些,你看看哪些用得上 惊吓拉开袋子,随手翻了几样 举起两瓶一模一样的洗发乳,我用东西不挑 可是你为什么要买两瓶? 他神色淡淡,都是两份 另一份放到我那去,下回无论你住哪里,都方便用 言语间好像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模样 小姑娘微炯,手里的东西也放了下来 谁,谁要住你那里 他怎么搞得好像两个人要去同居似的 未免太过直接了吧 只是放着,以备不时之需 陆毅却光明正大得很,倒显得是他想得太多 你将来毕业了,也要找地方住 那空着也是空着 是不是当军官都习惯了,走一步想十步 他要等明年才毕业,他已经想好了 让他以后住哪 惊吓默了默,觉得这个问题还有点久远 还是等到时候再说 那你先收拾 他说完,便要转身出去 等一下 惊吓叫住了他,直指他胳膊上的绷带 我帮你换个药吧 陆毅回家后,洗过澡 那点伤对他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换过衣服,也只是随意解开绷带又缠上 极其敷衍潦草 此时被女孩提起来,满不在乎地抬了抬胳膊 不用 还是换一下吧 伤口要是感染了可大可小的 他们平常训练强度大 需要触动到他们的都是急难险重的任务 大伙常说的话,就是轻伤不下火线 只要没撅胳膊断腿,就不算伤 更何况,这只是缝了几针 搁在伤情鉴定,连个轻微伤都够不上 可是小姑娘站在面前,眼神纯彻干净地看着她 又轻又软的声音,明明毫无震慑力 可就是轻易让她点了头 好 路易也不知道家里的药箱在哪 还是小姑娘蹬蹬蹬跑下楼去问保姆阿姨 又抱着一个蓝色收纳箱上来 里头归归整整地放着点符纱布镊子之类的外伤治疗用具 还有些口服的日常用药 今下换药的姿势虽然不太熟练 但按部就般有条有理 小心翼翼的模样仿佛是在应对一次精妙的外科手术 她垂眸,看着她买手忙碌的样子,一时有些心痒 抬起空着的那支后,再毛茸茸地发顶揉了两下 小姑娘恼了,抬头,你不要老是像揉狗狗似的,揉我吗? 不自觉的娇嗔语气落在耳里十分受用 路易又揉了两下,确认揉的意思,才收了手 眼神朝她缠纱布的动作顿了顿,手法不错 那可不 今下有些自得,满意地最后打个结 我在学校志愿者协会学过救护的 她不禁失笑,你到底学了多少东西 游泳啊修图啊,泡茶泡咖啡做奶茶 小姑娘掰着指头数,我还专门去学过硬笔凯体 为了可以教小朋友写字,都是为了兼职 她丝毫不介意像路易坦白这些 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凭自己的能力赚取生活所需 没什么需要遮掩的 她也由衷赞叹,果真是很厉害 也没什么啦,今下被夸得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不过都只是学了点皮毛,糊弄糊弄还行 那你自己呢?不上课不兼职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我好像没有多少不上课也不兼职的时间 她想了一会儿,不过会看电影电视剧,但是看得很杂 就是太累的时候换换脑子 路易想起来自己对理年轻战士 每逢发到手机的时候也会打游戏看电视剧 部队上现在也注重形象推广 上回还搞过探影直播,把岑涵推了出去 据说吸了一大波粉 那等下次有时间,带你去看电影 好呀 她说完觉得自己有些空头许诺的嫌疑 但没想到小姑娘应得很干脆 眼尾弯起了小巧的弧度 是很欣然接受的模样 反而让她那些解释,不知道下次有时间是什么时候的话 直接说不出口 甚至不太想告诉她自己明天就要回忧城 她说不舍的放她回去 其实也就只有今天这一个晚上而已 惊吓好像猜出了她想说什么 指了指她的胳膊 回去也要记得换药 洗澡的时候可以用保鲜蘑果一下 最好不要沾到水 小姑娘很认真 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提醒她 认真的让她心里那点大约是鸣叫依依不舍的情绪越发蔓延 案子压了下来 只是说 好,你记得提醒我 一日上午 今夏刚洗漱收拾完 房门就被敲响 陆毅是来叫她起床的 看她已经连床铺都收拾干净了 道 休息的不好 没有 她不好意思说 确实没有睡好 是因为只要一想到她就睡在隔壁房间 心里就扑通扑通的跳 满脑子稀奇古怪的画面 甩都甩不掉 好不容易睡着 天刚亮就醒了 那下楼吃个早饭 我先送你回学校 她很敏锐 试着求证 先 所以 你也要回部队了吗 陆毅回答简洁 是干脆利落的军人风格 对 我只有48小时的假期 午饭前要归队 所以她昨天才会开口 让她留下 才会那么直接的说不舍的吧 今夏心里也有些情绪波动 注视着她看了好一会儿 那 还有两个小时 如果按照中午12点计算 除去她路上开车所需要的时间 还有两个小时 差不多也就是去大学城 然后再从高价出城的时间 她已经是把时间压到最极致了 陆婷和他们一起吃的早饭 看起来精神比昨天好了许多 对陆毅要归队也丝毫没有意外 只是催着她赶紧走 正是上班时间 城市主干道路上车流拥堵 今夏有些着急的看了几次时间 琢磨着是不是在途径的哪个地铁站下车 从这里转个两三趟应该就能回学校了 放心吧 来得及送你回去 陆毅从旁边伸过手去 将她的手机抽出来 顺势盖在她手背上 眼睛倒是注意着路况 四十压根就没有看她一眼 她好像把牵手这个动作 做得越来越自然流畅了 今夏垂眸看着盖住自己的手掌 她的手好大 肢骨修长指节分明 指甲修剪得很干净 月牙板清晰圆润 手心的皮肤微微粗糙 但是好像很有安全感 她看了许久也不撒手 只是注意到车子停下来等红灯 一抬头发现陆毅在看自己 正了三秒之后 书弟抽回手 往右便缩了缩 耳朵尖都有些红 小姑娘的反应实在是太可爱 陆毅自小早熟 几乎没有过小男孩 恶劣淘气专爱 欺负小女孩的时期 可这会儿不知道是不是三十而立 倒退回少年心性 越是觉得她害羞得要躲 就越想逗逗她 牵个手就脸红成这样 以后怎么办 以后什么 什么以后 以什么后 今夏有种茫然的无语 不由地朝那个继续 一本正经开车的男人瞪了眼 怎么有些不穿军服的 武警少校军官是这样的 早高峰的车流走走停停 霸道的月也停在锦大生活区门口 今夏解开安全带 我自己回宿舍就好了 你开长途回去路上小心 说完 背上包就下了车 生怕再晚一秒她 就要连累她迟到 身后突然传来碰的关门声 随即有人喊她 袁今夏 今夏回头 看到陆毅也下了车 只是站在车门边 还有事 她小跑几步到她面前 路上这么堵你得 话音未落 她被男人有力的手臂 拉到了身前 充满了异性气息的怀抱 完完全全笼罩而下 不同于上次在住地宿舍 她只是双手环圈须须的抱了抱她 这一回她更像是用力的 将她裹在怀里 身躯贴在一起 甚至能感觉到她胸口起伏 心跳怦怦 路易抱着她 这是她从昨天见到小姑娘时 就一直想做的事 却在此时此刻不得不暂时告别时 才付诸于行动 想着马上就不得不松开 然后开车就走 不由的又收紧了胳膊 小姑娘短暂的僵硬了几秒钟 有点害羞 但接受了这个拥抱 抬起双手也抱在了她的腰上 显得整个人更乖更温软地靠在她怀里 她的耳朵似乎比方才更热了 随意扎起的马尾辫 微微晃动 圆领T恤上方的脖梗洁白纤细 她闭了闭眼 陈烈的气息与她耳后那片肌肤靠得更近 声音低下来 等下回再见面 女朋友能让我亲一下吗